海南省委书记消失近一个月,港媒披露原因图,看中国记者董林山综合报道,海南省委书记刘次贵自5月底参加活动后,便要无音讯海内外有关消息传得沸沸扬扬,官方至今未公布刘次贵的动向,港媒最新消息称,刘次贵因健康出问题,缺席所有公开活动。 香港明报6月25日指出,近期学习所有公开活动的刘次贵,是因为健康出问题,不过消息官方未语证实,但刘次贵的确一直隐情,甚至连省委会议,都由身兼省委副书记的省长沈小明主持明报称,对刘次贵来说不到万不得已,不会离开海南刘次贵。 2017年担任海南省委书记,在中共十九大机身中委,本来是想在海南大展前脚,却突然报恙时也命也。 据悉,大陆省纪一把手,因突然报恙而被迫去职的,曾有西藏自治区党委前书记杨传堂,和福建省委前书记宋德福,两人返回北京治疗杨传堂,后来改任闲职多年后复出任中国交通部长,现已任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宋,则返回北京两年后去世。 并据多维网15日援引消息称,刘次贵因健康问题可能入京养病,还在治疗阶段。 6月4日下午,海南省长沈小明,曾主持召开了一次海南省委常委会。 刘次贵为参加当时官方通报,宁确表述,沈小明受省委书记刘次贵委托,主持6月14日海南日报, 报道海南省当日召开省委常委会议海南一把手刘次贵不见踪影。 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,刘次贵只有一次间接露面,即在6月8日的中共中央党校机关刊物学习时报,上发表署名文章多维网。 此前曾引述知情人士披露,刘次贵将出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。 他留下的海南省委书记一职,将由现任广东省长马兴锐,担任目前看来此消息不实。 公开资料显示,刘次贵生于1955年福建人,曾在福建官场任职30多年。 2011年,开始任中共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、国家海洋局局长、党组书记等职。 2014年12月,开始其任海南省委副书记带省长、省长等职。 2017年3月,其机身海南省委书记,明报4月16日刊登评论文章指出, 刘次贵是习近平的旧部刘次贵,在习近平任福建省长期间,是福建省海洋女业局长。 习近平上调中共中央,并负责对日钓鱼岛有关事宜后,已是厦门市长的刘次贵,被集召上北京出任中国国家海洋局长。 2014年12月刘次贵空降海南任省长时,正是海南官场受周永康事件,波及发生震荡之时。 当年曾长期担任周永康的秘书的海南省原副省长纪文林,以及同样受周永康案波及的海南省原省委常委、副省长谭力被查, 深陷落马传闻的海南省长讲定之以健康,原因卸任刘次贵被认为是习近平派往海南救火的。